方向和位置 平衡前的小朋友们跟着乐乐老师的口令一起做游戏吧 同学们请起立 小手伸向前一起拍一拍 小手藏在后一起做一做 我伸出右手去 我收回右手来 我伸出右手摆一摆 右手收回来 我伸出左手去 我收回左手来 我伸出左手摆一摆 左手收回来 我伸出双手去 我收回双手来 我伸出双手摆一摆 双手收回来 这是我的右边 我拍拍手 这是我的左边 我跺跺脚 这是我的上边 我摆摆手 这是我的下边 我蹲下来 同学们有没有把你弄晕呢 哈喽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以及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们 大家好 那石老师啊 又和我们小朋友见面了 屏幕前面的宝贝们 赶紧跟老师打一个招呼吧 OK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呀 我们要来学习方向和位置 有一些同学心想 哎呦老师太简单了吧 方向和位置我特别的清楚 哎 你现在呀 间谍得意 宝贝们 那么刚才 你有没有按照 乐乐老师 我的口令来做游戏呢 相信呀 这么简单的 哎 这样的一个口令操 一句难不倒 屏幕前 聪明了你 好啦 话不多说 赶紧跟着乐乐老师 共同的去看一看 今天呀 闹闹和悠悠 又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故事呢 一块 瞧一瞧吧 欢迎回来 孩子们 首先呢 跟着乐乐老师 共同的来看一下 本节课的第一道题目 来吧 按照下面的要求 请你呢 将一至九 迁到九个空格当中 注意了 括号当中说的非常的清楚 每个空格只填一个数字 好啦 孩子们 相信大家呀 对于这个格子 应该都不会陌生 你知道它的名字吗 赶紧告诉我 OK 九宫格 对吧 咱们以后呀 有很多题目 都会跟九宫格打交道 好啦 那接下来注意了 能不能根据 注意右侧的这个叙述 将这些数 填到九宫格当中去呢 OK 请大家暂停视频键 自己赶紧试试看吧 怎么样 学完了没有 OK 非常的厉害啊 我们小朋友 到目前为止 应该要学会暂停视频 自己动脑筋来思考了 好不好 好啦 一定要听清楚 乐乐老师我的口令 好吗 嗯 OK 那么我们一块来做一下 好不好 首先 审题要点 注意了 我们来看一看 我管它呢 叫做按要求 添数 以后注意 咱们还会 哎 接触到类似的问题 到时候啊 我们就管它 叫做 数正图 所以现在 孩子们 咱们先有一个 初步的印象 注意了 什么样的要求呢 对号入座 哎 旁边写的 非常的清楚 来要求我们怎么样 哎呀 要求大家要按照这样的方位顺序填进去 对不对 脑子里面特别清楚 一定要分清楚上下左右吧 对吧 所以呢 孩子们 面条这个格子 实际上是以我们的上下左右为标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准备 六在最上面一行的中间 咱走着 好 最上面一行的中间六的位置找到了 赶紧把六写好 对不对 这个条件呀 咱们用过了 所以希望大家在旁边打一个勾 好吗 哎 继续往后看 一在六下面第二个格内 准备 六下面 哎 脑子里面特别清楚下面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 第二格内 第一格 第二格 所以我找到了一的位置原来在这儿呢 对吗 好了 这个条件也用过了 赶紧打个勾吧 继续往下来瞧 八在中间一行的右边 先找到中间的一行 没错吧 这一行的右边 OK 八的位置也找到了 原来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了 赶紧打一个勾 真棒 有些小朋友赶紧提醒乐乐老师 非常的好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养成很好的学习习惯 好不好 OK 那我们继续 八在七的上面 哎 那七应该在哪呢 换句话说 这个七就应该在八的下面 棒极了 所以我知道七在哪了 哎 在这个格子的右下角 对吗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七了 再来 三在一的左边 老师讲了如何去区分左右 对吧 来吧 left 来 三在一个左边 那么三就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了 没错吧 好 这个条件也用过了 赶紧打个勾 四在六在六的右边 找到六 六的右边 在这儿呢 好 于是四的位置我们也找到了在这个地方 OK 赶紧打个勾 九在最上面一行的左脚 最上面一行的左脚 哦 原来九在这个地方 对吗 OK 完了 五在九的下面 这个简单极了 准备吧 这个地方当然是五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二在五和八之间 天哪 只剩下一个格子了 所以我知道 这个格子当中肯定要贴 没错 就是二 好吗 完了 孩子们 实际上你看一下 注意了 诶 乐老师啊 就按照人家的题目要求 将这个数字对号入座了 怎么样 孩子们 你做的正确吗 诶 我们先来看一下 电子版的解答过程 正确答案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做对了 赶紧给自己一点掌声 非常的厉害 好了 一定要弄清楚 上下左右 听清楚了吗 嗯 接下来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诶 老师点睛 请看 有序思考 对号入座 希望大家要注意 方位顺序